7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表示 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和实施不是取代香港基本法23条 要求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的规定 香港特区政府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包括尽早制定基本法23条规定的立法 当天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 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 和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 介绍香港维护国安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当天也是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区成立23周年纪念日 张晓明说 对于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的等待 已经持续了23年 我们等待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 已经等了整整23周年 终于等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反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半部实施 这个真的可以说是 事有逼致 理有固然 它既是历史的偶然 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 沈春耀介绍 基本法23条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 对任何叛国 分裂国家 煽动叛乱 颠覆中央人民政府 窃取国家机密等七种行为予以禁止和惩治 和香港国安法既有交集也有差异 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组织实施恐怖活动 和外国和境外势力 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行为和活动 这四类是全国人大决定要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 来惩治的 所以一个是七种 一个是四种 大家看到 其中有两种行为是有交集的 两者又有很大的不同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那么第三呢 也就是刚才讲的 实体规范 程序规范 组织法规范 都在启动 也就是说 新出台的法律的内容 比原来 基本法原来设想的 23条的这个内容 要广泛的多 沈春耀表示 刚刚出台的香港国安法第七条明确要求 香港特区尽早完成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的国家安全立法 完善相关法律 并非取代了香港基本法23条要求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的规定 香港人大的决定 香港人大常委会出台的法律都不取代 香港基本法23条的规定的这个要求特区 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的这个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这个职责 包括这个尽早完成基本法规定的这个有关立法 那么还有一句话 在法律中也有明确 完善相关法律 完善相关法律 也就是说呢 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层面 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可能也不限于23条 立法 沈春耀还强调 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和实施符合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是重要的制度安排 香港特区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及其实施 不得同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新进出台的法律相抵触 不得同国家层面的全国人大的决定和法律相抵触 我们下期再见